近期 香港发生了多起暴力示威活动 在接近示威者当中 有部分香港年轻人冲在前面打砸毁烧 大肆破坏 对此 霍言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正环日前 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深表痛心 他说 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 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 破坏容易 建设难 所以要停一停 想一想 其实这个对香港真的就是破坏 大家也感到分口 因为香港这个程序也是不容易的 好几代人 大家慢慢建立起来 要建立这个困难 要去打破它 也很容易 所以希望这些年轻人真的想一想 听一听 在香港街头的暴力示威活动中 甚至出现了毁烧国旗的行为 霍正环对此表示非常愤慨 作为亲中国的同龄人 他早年追随父亲霍英东 共同经历了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 开发南沙 筑桥修路的奋斗岁月 目睹了亲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变化 他说 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太少 对内地的认知不足 在香港接受的都是负面信息 容易被人误导 霍正环仍然记得1973年 24岁的他第一次返回内地 目睹红旗渠建设时所受到的震撼 中国接受红旗渠工程 当时可能我们机器还被落后 没有什么机器 当时工程就是人 当时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伟大 真的刻苦 真的不可惜心 为国家为家发展 能做出这样的精神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一定可以发展一定成功 谈起父亲霍英东对子女的教育 霍正环说 在家里 父亲不把爱国挂在嘴上 而是给他们讲述香港被日本占领的岁月 告诉他们国家不强大 就要受人欺负 也希望子女多与内地交流 后来霍正环到内地的次数越来越多 跟内地青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对国家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我们这个找个路 这个其实找到西方国家去 几百年的 几百年的路 我们也没可能 这个这么短时间什么都可以做的 这个都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这个 第一次我们这个 我作为这个 国家童年人 我们也见到很多从这个 这几十年这个变化 真的不可思议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所以 但是这些年轻人看不到 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人还不好 那个人还不好 但是也看不清楚 怎么走过来 怎么不容易 我们这个 当年的国家真的是一穷二白 这个 各方面都是落后 各方面这个 我们这个 当年这个 迷茫都很多 所以这个 怎么样把国家发现出来 真的这个 留不齐的 霍正环说 年轻人对国家认知少 一方面 香港社会应该反思 对中国历史等学科的教育 另一方面 香港年轻人也应该多到内地走走看看 开创事业 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这个 国家对我们很关心 这个越往大湾区 其实就是让香港更好的发现这个机遇 整个 我们这个 跑到深圳 看到这些年轻人 我们的瓦尾也到什么地方 哎呀 这些 这个 这些年轻人 就看他们这些精神面貌 就感觉到 哎呀 这个国家这个发现一定最好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稍微 也有什么地方 稍微 噢 这个国家 稍微 噢 这个国家 稍微 噢 这个国家 穿越来越来越好 范 这个国家 为什么